从新北到台北朱立伦连拜两间庙 不知是否也顺便祈求小动物们别再误闯禁区 让全台平跳电 那却又要把它歪楼到政治区 那这样就不是就是论事 朱立伦的调侃苏贞昌不服气 搬出数据只过去国民党局证时 动物酿货案件有三千多件 但现在已减少到一千多件 但蓝英对苏奎的不满 还有别再把官员当狗骂这件事 朱立伦就反击苏贞昌再也识也如此 我确实应该要来好好检讨自己 增加修养 不过也拜托不要什么事情都 都往政治或者不要什么事情都 这样子的刺激或者是骂官员 罕见坦言自己脾气差 毕竟苏贞昌的酷立形象不少人印象深刻 地下几个里面五百人 怎么会大看 这个都计划好了 已经逐步在跟业者协商 这个不要协商啊 不然你也跟走私业者协商好了啦 苏贵的咄咄逼人让不少公务员战战兢兢 只是苏院长叶辩驳当年直询国民党 效果好 像是过去大众运输一度只能用国语播音 我要求用台语加在陶族苗用客家化播音 今天铁路公路连飞机航空都一直做到现在 苏贞昌连举三例 反其地 TVP的新闻 崔仲勤串柔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